万圣节也没有漏掉他 87岁的老爷爷Henry跟大家一样喜欢庆祝万圣节 他也准备了服装跟大家一起玩 然而最让大家满心的是 他挑选的角色是为了配合爱选Payton 老爷爷不想让Payton觉得万圣节只有人类在玩 想了想终于有一个绝妙的点子 原来老爷爷特别选择扮成天外奇迹的男主角 而Payton就理所当然是小豆大拉 人还原了电影的角色Tilda 孙子Matt Houghton在贴文中写道 我阿公真的超爱跟Payton腻在一起的 狗狗跟我们住在一起 睡在阿公的房间 一整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待在阿公的身旁 形影不离 有一次Henry陪着孙子一起看了天外奇迹 那时候大家就说电影里的老爷爷和小豆根本就是阿公跟Payton Payton对Henry来说就是自己的整个世界 几乎每天都会跟亲友们聊到Payton 开口闭口把它挂在嘴边 感情好到让大家都超羡慕呢 狗狗真的是一种很治愈的生物 只要有它们在身边 在无聊的日常也会觉得很幸福